黑金剛之兜 哇!半個小時還沒分開 我終於到已經分開了 這次超久了,三十幾分鐘 一般就跑去打電動 挖了40顆蛋 是一個壞蛋 你都不知道會不會浮得出來 看起來像是瑞碩蘇姆 對焦啊 前面影片檔壞掉,然後剛好又挖到一個 也不是說剛好,因為這板就很多了 挖到一個 反式沒有被破壞的蛋 轉換在這個地方就挖一個洞,然後塞進去 把蛋塞進去 然後這個 土塊比一般的土 還要結實一點 這個就是 然後損蛋盒子 損蛋盒子 就加上磨到這種比較硬的鍋 還有沒有看 還病了 口齒過熱 先關掉一下錄影 等下 在錄的時候就是 有效彈 就是 沒有爛丟的蛋 108顆 108顆蛋都是這樣一隻母蟲生的 那如果108顆蛋都能夠順利講成蟲 就是這樣 一隻母蟲 可以長出108隻 又長出108隻的 激動 自然環境在沒有這些 可以讓他生產的地方 那就是 少了 108隻的激動 所以在野外有他的環境還是 比較重要 不過 母蟲還是盡量早抓就是早抓啦 那這個也不是抓的 可是有一天 因為我要藍羽雞多的母蟲 那藍羽雞多 其實賣藍羽雞多的母蟲的話 硬費很不划算就外賣了這個 黑金鋼雞多 這個都是治癒品 這個都不是野生的 最後就是用土把它蓋起來 然後 因為這個我不打算再挖起來了啦 這就讓他幼蟲直接 不化出來幼蟲直接在裡面吃了 所以我就直接蓋起來了 然後呢 這個塗比較乾 因為我不想讓手弄得髒細細的 所以我塗弄得比較乾 最近不是正常的 時度了 正常時度要比這個稍微再死一點 坤水 一層一層的加 然後呢 漏網之旅 109個 還有一些比較 我應該是不知道會收金管還是 什麼問題 有沒有效 無效的蛋 如果加上奶水的話 應該是升到了120 幾顆蛋 讓他一隻母蟲就可以生這麼多幼蟲 生那麼多蛋 其實在野外你抓走的可能一兩隻是還好 但是如果母蟲抓太多也是不好 就 一個人想說 一個人 想說抓一隻母蟲就好 然後有一百個人有一樣的想法 就少了一千多隻的用蟲 當然也不是這樣算 因為還有一些是 天底啊 鹽水會去吃啊 然後自己生病也是會有啊 扣 扣除那些因素 我們直接算一隻母蟲生了一百隻幼蟲 十隻母蟲就有 一千隻的幼蟲 那你有 有十個人抓走十隻 各抓一隻 就少一千隻了 除菌數量當然會減少 可是呢 比起 環境的破壞 這都還算是小配子 說有一百隻的母蟲 生了 各成一百隻就有一萬隻的 新的成蟲了 可是環境破壞掉 母蟲沒有地方殘亂 又蟲沒有地方 生活 破壞環境覺得是比 破壞個體還要容易多了 OK 再加一些水給他 裝晚一點 比較好 裝在滿會悶悶悶的 過度悶熱 然後因為是暖一下也不能壓 蓋上蓋子 蓋上標籤 那這個我就不會再去動它了 我覺得讓它直接出化 它又從長大 在剛會這裏會有幾隻 應該不會109顆都孵出來 最後呢 要提起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 剛剛採訪完了剩下的土 這個土呢 採完完就丟在一邊吧 等到這裡的吃完以後再吃這些土 千萬不要拿這個土再去生別的東西 不要再生別的蟲 像我有養 不同種類的雞豆蟲 有藍魚雞豆跟黑金鋼雞豆 那你想說如果是這個 剩下的土拿去生乃魚雞豆 可是裡面你不一定知道 你沒有辦法保證裡面沒有其他的黑金鋼雞豆的蛋 像剛剛就有 這裡 這裡就有漏掉的一顆 健康的蛋 也沒有說那個 比較 什麼蟲比較貴 什麼蟲比較貴 反正都是 都是神明 都是無價的東西 太假白了 反正就是 不要混到 你不要說哪一天你把蟲賣了 或給人了 然後結果你跟他講 黑金鋼雞豆 去購付出來是藍魚雞豆 那你就沒有信用 所以這個東西 你要嘛就是繼續生黑金鋼雞豆 要嘛就是放著讓 幼蟲講出來 這個圖 不要再拿這個去生別的東西就對了 好 最後再看他一眼 這是他老爸 他們的老爸大隻 這還蠻帥的 整隻活魯魯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之後再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比較好玩的東西 拜拜 拜拜